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昨天我是做了一期关于海关 捡护照的这么一期节目 刚发出去没多久 又有网友给我发来了更多的信息 那么这期节目再做一个补充 就是中国边防人员加强盘查出境的中国人 动不动就捡护照 时间是5月10号 然后就是说地点是在哪里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 就是一个比较高危的地区 中国表示将实施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 近期有网民在社交平台爆料 其搭乘的南方航空公司航班 由曼谷抵达广州口岸入境时 曼谷抵达广州 是回国机上的所有人员被边编人员一一盘问 在海外生活情况 有的被假护照 一位代办海外留学的中介说 政府已经停发中小学生出国护照 中小学生已经停止发护照了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4月2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曾表示将从严审发证件签证 从严什么意思 就是越来越紧从严非必要紧急不出境 前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前有人问我办护照干嘛 我就说现在好像出国除了留学跟奔丧 留学奔丧 好像其他的全部都不给办了 什么劳务什么旅游 这都是从严从紧 根据网络媒体迪拜快报本周日的消息 南航南航的CZ3082当天9点落地广州机场 机上所有人被边检人员盘稳 一个网友爆料称 他的朋友从迪拜经过曼谷回国 在该航班上来自迪拜菲律宾 柬埔寨签证的中国人都被盘稳 菲律宾跟柬埔寨这是南亚地区 迪拜中东地区持这些签证的人都被盘稳 其内容包括你出国干什么 你在国外都做了什么 这次回家是什么原因 还追问你是否会再出国吗 有一个缅甸入境签证的公民被盘问了20分钟 有人甚至被捡护照 经常因私出国的张小姐本周二十日 就是不久接受本台采访说 中国边境人员捡国人护照 议事已经有多年了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国民出境比以往更难 捡护照有多少年了 捡护照已经有两三年了 现在出境已经非常严了 已经持续了两年 所有持中国护照的出境边检 他能不让你走就不让你走 现在都是无痕式的执政 没有发相关文件 他们边检的原则是所有持中国护照的出国 都是问的非常详细 让你提供很多材料 确实是收紧了 有人还是一个留学生 说出国然后被捡护照了 为什么 当时盘问他说你在国内说你出国留学 你语言学怎么样 你在国内有没有线下去学习 这个人就是说实话实说 我没有 疫情期间比较紧 我是在网络上学习 参加了网课 没有到实体的培训班去学语言 结果边检人员说你不算 他家护照给捡了 我哭了 是吧 5月8日网民爆料 南航旅客入广州入境时 边检人员谈问 就是海关 有旅客护照被捡 为了捡护照绿卡 口头命令无痕式执政 难查实 另外有网民发文抱怨说 他持留学签的去加拿大读学 读大学 就是说问有没有培训 没有培训 没有线下课程就给减了 还有减少出国 多接受国内的思想教育 减少出国 就不让你去国外去 不让你翻墙 在国内让你去持续的洗脑 这就讲到了浙江 浙江时评人士 陆先生对中国公民出境遭遇的边检 的各种刁难感到愤怒 他对本台说 近期不断有网民在互联网上留言说 自己出境时遭到了边检人员的拒绝 甚至他们的护照被剪掉 因为此前有很多信息显示 很多网友在申请护照 或者护照更新时都遭到了拒绝 这是大规模事件了 这不是说一个两个偶然事件 这一系列事件说明中国人 中国政府正在设法减少国人出境 他是担心国人离开中国后 可以了解到外面的真实世界的情况 在这里也不要小看了中国大外宣的作用 在国外 特别是在油管 你去搜一搜那些什么厉害了我的国 什么北京台 上海台湖南台 他们的观看量播放量真的是比我们这些时政的 要多个十倍百倍 一周前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陈杰在发布会上通报 今年一季度中国公民出境1462万人次 环比下降1.2% 同比下降5.9% 对于当前疫情的形势之下 出入境政策是否调整的问题 陈杰回应将继续实施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 从严审划证件 继续倡导内地人员非必要 非紧急不要出境 继续为那些赴今晚留学就业和商务和那些来华促进经贸科技活动 以及人道主义的这些事 是吧 有紧急事情是非必要的 是必要的事情 然后再去可以适当的给他们开个口子 让他们出去 这个捡护照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难了 有分析认为 当局所谓的精准有效服务 仅仅是允许小部分人出境 长期代理中国海中国学生海外留学业务的广州中介 某某女士就对本台披露 政府已经暂停公民出境 读中小学 希望中小学生在国内接受教育 现在国家已经说了 没有必要的人不要出境 现在年龄太小了 也不让家长往外送 以前的小孩中学可以去泰国英国读书 现在也开始限制了 你只能够出国读大学 是吧 这和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有些人还是能出去 但是是那些红色家族 既得利益者 当官的那些光泛子弟 赵家人子弟 他们得把自己的资产运到是吧 美元存到瑞水银行的存到美国 在洛杉矶买房 在欧洲买房 是吧 他们是可以出境的 但是对于拼头老百姓 这些韭菜 每一个韭菜的翻墙都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懂吧 再重复一遍 每一个韭菜的肉身翻墙都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然后下面就是说一些减护照 这都是我上期节目已经说过的 然后这期节目作为一个补充 关于这么一个出境越来越难了 动质减护照好吧 那就先聊这么多